我我我曾经想买 这我没钱现在 又是一根毛 小胖我12年到上山 这就是一根毛是谁啊 老天你是谁啊 这又是一根毛到底是谁啊 是有毛吗这个 你们知道吗兄弟们 我服了 刚才黑大姐那微信家老多了 这个又是一根毛到底是谁啊 老天不说我意思我真不知道我操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的 你们都不知道 带毛的不是有毛就是四毛啊还有什么毛 就是一根毛 四毛的大哥 一毛 别无法 屏蔽了没屏蔽啊 大哥你说你是谁 来将 报上姓名 咱们直播间都没有 就没人知道他是谁吗 二毛 二毛 这大姐那微信加了十多个了这一会儿 就这一会儿这微信加十多个了 德主人 我服了 我回来 我打这儿屏蔽了 啥玩意儿啊 啥玩意儿啊 我打这儿屏蔽了 我打这儿屏蔽了 绑四是吧 不是他绑四他就是什么 什么 又是一根毛 到底是哪根毛啊 我认识 哪根啊 在公司 是毛 有毛 就他俩带毛的 是吗 四毛和四毛的准 我是老邓 来老邓来你刷长毛图展示一下 你要是刷长毛图我要相信你 对 大哥 是你吗大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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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暴露了啊 我没有宝图聊天 哎呀感谢我大金哥送来的 这不是宝图我操 不是 这不是金哥的牌面 金哥一般出手就是成宝图 从来没有见过金哥这么扣扣扣的刷520的 这是假的 想你们兄弟们 行了兄弟们给你们探牌了 他说一般是想你们家人们 对不对 对假的 对假的 假的这些假的 家人们 一般他都说家人们没有说兄弟们 说兄弟们的肯定是假的 绝对是假的这个 行了兄弟们不给你们装了啊 我知道这谁了 喂喂喂 对了开拓 我知道是你我知道是你 啊 你就等等 这样这个 给他们说一下 给他们说一下 我带你我我12点 我知道 我知道你九点 你是九点三十五落地啊 十点三十五落地 我知道是你 我挑起你的 哈哈哈 金哥我想死你了 我操 天哥 想死你了 啊 现在到时候我这边找点回去吧 啊 你不用那么走回去啊 你不用那么走回去 你不用这么做什么 反正 我去接 我自己去场接吗 等一下 11点多钟 12点多不是吧 他不是 他不是 他去这场接你吧 行行行 大哥要不要去接你大哥 我觉得老铁们 家人们都特别想第一时间见到你 别接我别接我 你就我回去洗个澡了 大哥我带你去皮套鸽 30万 不用接我不用接我不用接 好的好大哥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就正常直播然后晚上我那个 嗯回去见你 啊 ok ok 我这我这可以可以打打字 还可以打打字 哈哈哈哈 你正常过你的吧 好的好的好的 好 好的 兄弟们啊 那个又吃一根毛确实是大哥啊 其实这事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我不到这儿啊 看了没有 有人给我暴露了 说 金 出来了出了啊 在回山山路上 知道就好别说 别说 晚上能见 其实这事呢我在 开播之前我又知道了 但是我 因为 安排我 别说我就不说啊 今天大哥已经在直播间暴露了 我就是吧 他搂不住 大哥搂不住的 我们当时在说 这大哥他妈回来肯要做什么呀 啊 对 啊 有没有哭了的 兄弟们啊 这个又是一根毛就是 大金哥啊 刚才已经跟我打电话确认了 就剩一根毛了 就剩一根毛了 大客历太散了 就剩一根毛回来了 哎呀我操 哇操兄弟们 哇操兄弟们 终于回来了 终于熬到头了呀 哇操 其实咱们真是成心买 也不成心卖我们 对但凡成心卖我们的话 高丽给他买一只 啊 高丽买一只 对 他要是两千万卖我就买一只 嗯 你看我们这边半天没走就真心想买一只 刚才看着很多人 对 你要能卖个高价钱 那就卖个高价钱 大金哥说太想你们了 家人们太想你们了 金哥我给你讲都一样我们都想你啊 你是不知道我时不时来我都做个梦啊都梦见你那个 是吧请我吃火锅 经常做么梦见你 好 感谢毛家军这位大哥 须费大君王一次 兄弟们稳住啊稳住兄弟啊稳住稳住啊稳住 咱们把续费 把礼物好吧 都留在 金哥 拿着这个磁波间之后再刷好不好兄弟们啊别慌啊 到时候大金哥露脸之后兄弟们 铺天盖地的续费铺天盖地的草毛头串天壳 咱们给他整一下子好不好兄弟们 现在不着急啊控制啊控制控制 咱们目前的话就是还是低调点啊就是 呃 就告诉大家 大金哥回来了就行了啊 闭关休门出来了啊回来了 啊 兄弟们我给你讲我今天给大金哥 呃 算了一下 别人告诉我今天晚上回来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机票高铁票 我分析啊98%的可能是坐飞机回来啊 凡兄弟们12点之前你们能见到金哥我查了一下是 大概是10点 315 左右落地 黄花机场 然后从机场回他家的话有一个小时 啊就11点35到家 洗个澡大概12点左右啊大概12点左右 就呃我们在公司见面啊啊 就能碰到他就能见到大金哥了 见着大哥我就哭 嗯 我就哭 我一讲见着大哥我们就抱阿腿哭对 抱阿腿哭 凡凡这事不给同班不起来就好过年了我操 啊 没有兄弟们不是我不去接兄弟们不是我不去接大金哥不让我们接兄弟们不让好吧不让刚才我问了我说要不去机场接你吧 那他说不要接千万不要来 嗯他自己回去 有人去接他就是就说有人去接 只说不带不带直播去 有人去接他 好吧 接他回去他洗个澡 然后来换点衣服 干净的衣服 然后来会给老铁门 见面的 好吧兄弟们啊 胖子 我跟他讲的价钱你猜那大的多少钱 你猜我讲到多少钱了 多少钱 两千二 那个大的谈到两千二了 而且他说建议买大的 小的那个什么育苗啊什么蛆虫啊我也不太懂 他那意思就是说很难养大的这些这些全弄好了 两千二 大的两千二 小的那个他说不建议买 小的咱们肯定也整不了 我觉得 我觉得墨迹一下 两千块钱能搞一次 行吗 那你就差钱差的不多了 就差三百了 还差五百 还差五百呢 你要需要的话马上我把这五百块钱给你 这猫 这个猫 这是不偶猫 它毛是长的但是不钓毛 钓毛很少 这个猫非常好 啊 哈哈哈哈 真的非常好 他是一个宠物主播 对都是我家里面养的猫 喜欢的话可以加个微信了解一下 他不错的妥 不是妥 不是妥 我们也是 如果我没养活猫 我差点就新了 哈哈哈哈 你们要喜欢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了解一下 想要吗 没关系这个 你看 嗯 你要把我加个微信吗 你叫个微信你推给他 他要什么猫 他也可以到我们家来看 慢慢跳 还可以 我们也是爱猫 嗯 现在 第六题 你家里面很多猫吗 这家里面有很多 家里面有很多是吧 老妹你看方不方便加个微信可以了解一下 就这个猫的话 他妈不打理我 哈喽 喜欢猫吗 你们 喜欢猫吗 喜欢猫吗 你们是这边上学的吗 喜欢狗是吧 我有狗啊 啊有狗啊 你这头发是真的吗 这头发 我可以摸一下吗 这个我没见过 可以摸一下啊 我看一下这个 我叫画质 这真头发吧这个 假发 假发 不是假发呀 哇好像真的一样好漂亮这个 啊 对 我很想夸他一句 Beautiful Beautiful 拜拜 拜拜 哎他中文说的挺好啊 他在这留学上学的呗 吃了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